是希望Ranking and Shady 硬度双场可以打败Hockey 那谢苏就稳稳的进Final了 人家跟Soyhe这次他们看传传就了 所以他们更加把握了 所以跟你讲稳稳过了 很意外的 明年是不是没有大赛名 小黄人没有大赛名的 我讲对吗 小黄人肯定输了 哈啰我叫Jangelina 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加分享 不喜欢的可以出去 所以李子佳输了 就我们把他放下了 可是李子佳兄弟没有输 而且李子佳兄弟输了 Aaron见他们真的很有机会拿奖牌 所以他们要好好把握 因为他大强我原本我讲的video 你注意看我之前讲的是 大强他遇到李扬跟王岐霆 就是那个Olympic Champion Olympic冠军 可是李扬跟王岐霆 意外的输给谁嘛 就是韩国那个崔水贵跟谢松杰 韩国男双 韩国这对男双哦 他们的 优点是这样的 开球很慢的 所以你们看他 要很有耐心给他打球 很慢很慢很慢这样的 OK 可是那一组哦 他偏偏在那种大比赛啊 都会输给Aaron Jack 所以谢叔组合 所以我是觉得韩国 韩国那组啊 输到他了 所以很有心魔 OK So Aaron Jack跟Soye 这次他们看传传就了啊 所以他们更加power了 所以跟你讲 稳稳过了 只要谢叔啊 Aaron Jack 所以他们 在关键时和关键分轴 努力一点 咬紧压关 跟他们讲 Abrother 多两粒就拿奖牌了 OK 拿奖牌了 可以关注很多 算命的嘴巴了 OK So 我们就看下 男双那边还有谁会威胁到他们 哦 他们一过 就要 看的是 Rank and Shetty 双塔 双黑塔 VS Oki组合 所以你觉得 那个 印度的双塔 会赢过 Hockey组合 没有可能吗 So 他们是最有机会拿奖牌了 所以 明天看怎样 是希望 Rank and Shetty 印度双塔 可以打败Hockey 那谢叔就稳稳的进 跟你讲 稳稳的进 Final了 跟你讲 如果赢的话 我们会对到谢叔组合 OK So 上半区 明年啊 是不是没有大赛名 小黄人没有大赛名 我讲对吗 啊 小黄人 肯定输了 输了 输给那个英国的Bandland and Sand and Freddy So Bandland, Sand and Freddy 会 对到双A组合 可以不用看了啦 双A组合 稳定半决赛的 OK 然后 还有下面一组 他们 下半区 会对到的是谁 对到的是 Mohammat, Setia, Awan Daddy组合 又对一个Mr. Arjun Dor Kapila 印度组合 所以你们觉得谁会赢呢 好 So 我可以跟你讲啦 我自己可以预测了啦 吹水预测了啦 南双四强 一 Malaysia 二 Cocky 可是我是希望 Cocky不要进四强啦 给我们的 印度双塔进啦 这样我们的谢叔 就有机会进 Final OK So 第三 Daddy组合 就是 Asan & Setia 1 第四 就是双A组合 双A组合 就是那印尼的 所以印尼又稳定一堆喔 印尼稳定一堆 进Final 所以 我是希望 Asan & Setia 1 进Final 我们私信一点啦 OK 不要给双A进来啦 因为双A好像 一直赢Erin 所以 我们希望 Daddy 可以进Final 所以我们的Aaron家手艺 一进Final的话 精彩 打出奥运 Olympic的气势 可以像Olympic 让你逆转 因为Olympic 其实他第一盘输给 爸爸组了 Daddy组了 然后第二盘 突然间 一风一吹啊 直接逆转 然后第三盘直接赢 直接拿铜牌 还记得那一幕吗 他们一跳下那一刻 我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 OK 今天的Video 到此为止 Bye Bye